OK,这个久违了,大家好 这是我们VSphere入门的精通课程的系列里面啊 国庆之后的第一节课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两节课了 就是分两两节课来讲 第一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SSO的高口用架构 以及高口用的一些细节问题 然后第二个小课程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VSphere的高口用 那么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 我们讲到的是这里哈 SSO的高口用 然后呢还有VSphere的高口用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还剩下的课程就只有三课了 只剩三课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本月理论上哈 在本月我们就会进到第六个阶段了 我们漫长的VSphere入门到精通系列的课程 第一个run就即将告一个段落了 好 OK 那么我们回到正题来看我们的那个SSO的高口用架构 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个高口用架构之前呢 我们需要再次的来那个回顾一下哈 帮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到VSphere的SingleSignOn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当我们一个用户访问到我们的那个VSphere服务器或之前啊 他首先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的SSO服务器啊 那么当他输入用户密码之后 那么SSO服务器会去他的identity硕士这边去他的identity硕士这边去检测检查这个账号是不是在identity硕士里面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他支持三种identity硕士 一种是AD 一种是local 呃 VSphere local的 一种是OpenOdip的那个identity硕士 当检测到没有问题之后呢 就会得到呃 那个authentication 就是可以得到授权 得到授权之后呢 就授信哈 得到授信 授信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加密的token 把这个加密的token返回给我们的这个user这边 返回给我们user这边 那么当这个整个过程建立起连接都没有问题 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的那个浏览器webclaim的或者是VisraClaim的就可以去呃 就会可以去尝试访问我们的微生的server 访问我们的微生的server 那么这时候能不能访问到微生的server就取决于什么呢 有没有有没有合适的authority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一个授权了 好 如果有授权 那么他就会把ssl管理之下的所有的所有的微生的也好 那个oxidator也好 呃vshell的就安全的东西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vCloud以及更多的其他的外设也好 统一的都呈现出来给我们都呈现出来给我们 那么这个就是ssl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么这个工作流程当中工作流程当中 ssl发挥作用的主要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第一到第四个流程 第一到第四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ssl做的初始化的一个呃一个教验 初始化一个教验 而这个教验通过之后他会返回的那个token 加密的这个token 然后呃因为有了这个token 所以他会带着这个token 我们的webcleaner也好 Visrocleaner也好 他会带着这个token去呃验证 去验证所有的所有的那个就是基于vcenter展开的那些设备 基于vcenter展开的这些设备去做一个验证 然后等验证通过之后 嗯同时权限许可情况下就可以 我们以后要管理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管理这么多vcenter 几个vcenter服务器 vcio服务器 vcio的或者vcloud的还有其他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重复的反复的去输入啊 相关的一个账号体系 只要我们ssl验证通过并且有权限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嗯单次输入 然后多次访问了啊 那么这是ssl的一个工作原理 当我们了解完了他的工作原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需要ssl高可用呢 其实啊这张图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啊 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 在我们前一堂课是有讲过的哈 嗯你们会发现围绕着ssl的东西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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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列完哈 有很多很多围绕ssl展开的 而在这里面ssl的位置是什么 ssl是处于最深处的位置 最中心的位置 换句话说如果这里我们的ssl挂了 ssl挂了那么他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有用到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组件和业务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棒 整个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围绕着微生的体系展开的 围绕着ssl展开单点登录的 在所有的业务的管理都会中断 那可能大家会说 只是中断管理貌似问题不是很大吧 其实如果你的小环境呢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 如果说 如果说现在你的环境是一个综合式的云计算平台 是一个综合性的云计算平台 那么这时候影响其实就蛮大了 因为什么呢 嗯 在中间就会 因为云计算平台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涉及到一个用户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只是简单的服务器虚拟化的话呢 或者虚拟数据中心的话呢 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登录的时候可能都只是有管理员登录 其他的人的话呢 可能只是在访问服务而已 只要我服务没问题就没问题 但是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云计算数据中心的话呢 那影响的面就真的有点广了 很可能就会变成了很多你 你的那些用户他都登录不上来 登录不上来就由于是什么 就由于是你的那个服务质量出问题了 就是你的那个服务级别有问题 当你跟你的用户签的SLA出了问题之后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商务层面的事情 因此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面向公共提供的一个中大型规模的一个服务环境的时候 那么SS的高可用就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签设的面实在是太广泛了 就像我们最近最近在跟一个就是以前的客户聊到他们想要做云平台的事情 想要做混合云平台的事情就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动这些东西也是他们重点关注的 因为他们是集团式的客户 那么在他们集团之下就有很多很多那个子公司 而所有的公司都共享一套 一套那个就是混合云数据中心 那么这时如果他们这套混合云数据中心的核心系统出问题的话呢 带来的影响就是蛮大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中SSO也就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一个东西 那么当我们了解清楚为什么要做SSO的高可用之后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合理的高可用价格都有哪些 那么通常情况下合理的SSO高可用价格呢 它有几种 它有几种 第一种是SSO for高可用模式 第二种是SSO for low balancing模式 所以高可用模式和low balancing模式其实是有区别的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因为什么呢 高可用模式呢 它可能单纯只是说 你坏了 我可以帮你顶着 但是low balancing模式的话呢 就不绝对的是说 你坏了 我帮你顶着 这么这么简单 它还会 还可以帮我们承载着就是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效果 然后就是SSO for multisign模式 什么叫multisign 就是我可能有多个站点 大家安装过我们的SSO应该都知道的 即使我们的课程里面没有 我们的入门道京东课里面没有安装的这个步骤 但是我们在公开课里面有讲安装的步骤 你们都会发现有一个side 有一个side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一个side 我们也可以有多个side 那么我们 这边还有一种高可用价格就是SSO for multisign的一种模式 而for multisign模式呢 又有又有什么呢 就在同就是multisign in same location 就同一个地方做多个站点 和multisign in different location 在那个异地做多个站点的这种两种模式 也就是说你们会发现 ACSO的高可用价格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有 好几种选择 可以有好几种选择 那么它的配置流程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们这边说windows版本啊 我们准备两台windows版本的服务器虚拟机啊 SOV2008R2 然后配置好那个两台虚拟机的那个计算机名呢 DNS呢 IP信息 然后呢 紧接着在master节点下节点上去配置SSL部署的类型为什么呢 部署模式我们选择vcenter single single sign on for your first vision server 选择这种模式 然后紧接着去配置 把这个这个配完之后啊 配完之后怎么安装呢 我们的那个步骤都有的 我就不去多说 然后配完之后紧接着去配置备份节点啊 配置备份节点 然后在部署模式这个地方选择vcenter single sign on for a additional vcenter server in an exiting site 选择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去去做一个备份节点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说一点 如果你的vcenter是5.1的话 它是不是用这种这种模式的啊 如果是5.1 是不是用这种模式的 5.1的配置呢 会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点 涉及到需要我们自己去改一个配置文件 叫做呃sore.xml文件 我们要去改这里面的参数啊 但是如果是5.5呢 5.5的话呢 就不用就不用啊 那么把这个东西配完之后呢 那基本上关于这个sso的那个基础 高可用的基础配置呢 就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就到这了 好 基础配置就到这 那么当了实际上呃 后面我们要配的 还有还有好些东西要配 包括尤其是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关于证书的事情 关于证书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需要去做配置的 那在由于那个篇幅的关系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去讲 那我会考虑说在后面单独来一个单独来一个公开课 拿一个公开课来讲一讲如何去配置sso的那个呃 完整的完整的就动手操作去配置sso的一个负载均衡模式啊 负载均衡模式 那么如果说是sso的负载均衡的话呢 呃就vmail呢是有提供一个官方文档的 有个官方文档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文档 那么在这个文档里面完整的介绍了sso的负载均衡模式的一个呃 配置流程啊 那呃 那个这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后面呢 我们会考虑开一个关于这个高可用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公开课 而这个课程的话呢 我们我们有一很大一部分我们会参考这样的一个文档来去去做一个设计 因此如果你们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呢 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文档 完了 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那个就是会直接的直接的就是呃去设计课程 然后来做这个关于这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课程 啊那地址单 我特地把这个整个完整的地址都贴在这个地方了 因此呢 你们自己直接去呃用这个地址去呃查看就可以了 好吧 去查看就可以了 呃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接文档 你们可以直接去查看 我们后面会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会开一个这个公开课的事情啊 那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Martiside那个sso的部署模式了 看一下Martiside的一个那个sso的部署模式 首先我们部署第一个sit 部署第一个sit 部署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部署sso 部署webclaim的 部署inventor service 然后部署我们的微生的server啊 紧接着紧接着我们再部署第二个sit 部署第二个sit 然后呢 依然部署sso webclaim的inventor service和微生server 安装流程就是按照我们这边所做的流程去做啊 呃先做 我们有你们看到我们这个动画是有个先后顺序的 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再做什么啊 我可以再给大家放一下一下这个这个动画 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再做什么 好 你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去做 好 那么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呢 那么呃 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什么东西呢 基于统一的ad来做账号 做id identity source做收信源 然后在权限许可的情况下实现单次登录全部试图的呈现 就是说把每一个sit所有sit里面的东西呢都给我们呈现出来 都给我们呈现出来 然后sso之间可以做replication 他会做replication啊 会做replication 然后呢那个结合link modelink mode的话呢可以把权限角色license之类的实现一个拷贝 就共享共享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为什么我们要来做martisite模式sso呢 其实呃这个道理啊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什么呢 呃我们跨国企业或者国内的那些公司在全国各地有分公司 比如说呃在广上腾讯啊 我在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等很多天津很多地方都有数据中心有分公司 那么这时候这些这些公司我们如果都做sso的那种单点登录模式怎么样能够实现集团式的管理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利用到这样的一种martisite的一种部署模式啊 martisite一种部署模式 那么这种架构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啊 多占点的sso价格可以实现有效的异地跨区域 甚至跨国界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统一单点登录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呃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由于大家有统一的登录域 所以可以结合LDAT实现那个呃受信数据的一致性和同步 就是呃我们有权限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呃任何登录一个登登录一个地址哈 任何登录一个地址我们都可以看到所有的权限许可范围之类的所有的东西啊 所有的东西 那么赛和赛之间的sso可以实现权限许可的情况下的一个单点登录 结合linkmore可以帮我们实现那个license共享 角色共享以及权限共享 好 那么 VSphere 5.5当中的local sso的设计的最佳实践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示例图给大家 我们有一个VSenter 5.5 那么我们有一个还有一个VSenter 5.5 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VSenter 5.1 那么当我们配置完了当我们配置完了SSO之后 他们之间他们之间是可以通过同一个他们是可以通一个通过同一个SSO服务来进行访问的 如果不考虑如果不考虑那个就是高可用模式啊 如果不考虑高不考虑高可用的话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部署模式的 如果你们有几台VSenter server的话 有几台VSenter server或者你的规模不大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们跨区域跨区域 那么这时候你们可以采用类似这样的模式 就是在每一个区域部署一个VSenter server 但是呢大家共享一个SSO server 共享一个SSO server这样子啊 这种模式呢 这种模式呢 它的好处是比较简单 然后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通常哪些类型的机构可能会选择这种部署模式呢 哪些类型呢 比如说像那种华尔街英语 英服教育 类似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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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线下的连锁机构啊 他们可能会考虑选择这种模式 因为他们每一个点的那个规模 其实都不是算不算太小 都不算太小 但是呢又不算太大 那么如果要想统一管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以借助 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架构 来实现一个比较比较好的一个 折中的一个管理方案 管理方案 当然如果说是选择高可用的话呢 如果我们选择做高可用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然后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那种模式 高可用模式来部署 包括多三点模式来部署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从成本性能可用性来说都算是比较好的 同时呢 如果说我们不想部署两台以上的那个SSO server的话 我们还可以借助VSphere HA VSphere HA技术或者说是VSphere Server Hobbit功能来实现 SSO组件的一个高可用 SSO组件高可用 这种高可用呢 它的缺点是缺少是缺乏实时性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这种模式啊 用VSphere HA是有一定的实效性的一个差异 而用VSphere HA的话呢 它又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稳定性欠佳 它的稳定性欠佳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如果实际性邀请不是太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实现针对一个最简洁架构 最低成本 最高性能 然后最高可用性的一个就是整体的SSO架构的一个设计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说是从完整的可用性和性能的角度来说 它肯定不如MartySide 或者说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多个 多个SSO服务器那种架构来得可靠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做设计来说 Local 尤其是我们强调的是Local设计来说的话呢 折中选择这种 这种架构是一个比较 我比较推荐的一种架构给大家 好 大家共享一个数据库 维生的收入共享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可以对微生的收入本身再去考虑高可用的事情 而微生收入高可用呢 是我们在下一个章节讲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先不去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在下一章会讲到 那么如果说要做跨区域的那个SSO的话呢 那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架构 比如说我在广州 在北京 在西里 我们都有都有那个就是数据中心 然后我有我有三台微生的收入 一台在广州一台在北京一台在西里 那么他们之间我们可以那个做那个多个 SSO服务器 那么所有的SSO服务器的话呢 他们共享同一个域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例子 VManager.cn 那么他们共享同一个收信域 同一个收信域都是VManager.cn 所有的账号体系都在VManager里面 VManager.cn里面 那么 这样我们只需要在任何地点登陆任何一台服务器 然后权限许可情况下 我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信息 那么如果我要来做公有云体系的话 那么结合SSO 那我就可以 我可以在同一个或者多个多个域里面 多个收信域里面去规划我们的那个 就是公有云用户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私有环境 因为每一个如果规模比较大的公有用户 他都需要考虑到他自己的一个私有环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照样可以通过这种跨区域的SSO多占点方式 来完成这样的大型大型虚拟数据中心 也或者说我们未来所强调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一个架构设计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 而这种方式的好处很多 他解决了 首先 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解决了站点和站点之间的独立性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们做跨国公司的话呢 他可能比如中国公司分公司 澳洲分公司 或者说是那个印度分公司 他们其实都是独立结算的 但是呢 作为集团式来说 我们要统一管理 那么这样的一个架构可以帮我们实现一个 即实现了跨区区域的一个统一管理 同时呢 又实现了一个区域之间的互相独立 然后借助SSL可以帮我们实现统一的自动的replication 自动replication 然后呢 可以帮我们实现一个单点登录多点维护的一个功能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啊 license权限和角色可以实现自动的一个共享 自动共享 而且还帮我们实现一个高可用 当然了 如果要实现low balancing呢 这种架构下 当然也是可以实现low balancing的 只不过 如果说我们我们不去不去那个仔细的规划一下的话呢 单纯只是按照我们安装 就多站点安装模式下的话呢 它是实现不了low balancing的了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毋庸置疑就是 这种架构 我们只需要再多一点配置 就可以实现一个low balancing的一个 一个模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助F5来实现low balancing 我们可以借助apache就是apache来做来做low balancing 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做那个low balancing 但是我们在后面会单独拿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来课程来讲它 好 但是毋庸置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下 它的弹性是毋庸置疑的 它的弹性是很高的 扩展性也是很高的 现在我们只有三个站点 有广州北京基尼 那未来我可以扩很多很多站点 如果我们的公司够大的话 当然如果公司不够大呢 说它再多的站点 这个也是空中乐阁 那么这边有一个就是大型生产环境的一个架构案例 通常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架构的时候 你们可以采用我们这张图里面这样的一个架构方式来做 来做你们的一个架构设计 好 OK 那么 接下来呢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互动问答时间 我们很快就要开V3的课了 应该说我们的第六个阶段也要开始了 还没有报名喜欢分析货款的同学们 可以那个跟Jason那边沟通一下了 好 那么到这里呢 这堂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接下来紧接着会给大家讲 V3的收入5.5 它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细节 好 那么到这里 这堂课的理论讲解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